小楼高大乐趣欢迎来到坏雪的楼高仓库 来我们这一个赞的泰坦机甲 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视频了吧 呃当初坏雪买的时候呢 是像赞的泰坦机甲啊 劳爱德的泰坦机甲啊 还有大地火焰机甲啊 这三个机甲放在一起 然后能够有一个对比视频 结果我们赞的泰坦机甲做完之后呢 剩下两盒就一直搁钱了 那很多朋友有催根 那现在我们一点点把那两盒也拿出来做一下 那今天我们来做的呢 就是这一盒 乐高幻影忍者71720大地火焰机甲 诶还是叫火焰大地机甲 大地机甲 盖揚大地机甲 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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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首先 先来看人才 那首先登场的呢 火焰忍者 凯 这个凯的装扮呢 一手拿了一面盾牌 另外一手呢 拿了一把刀 呃 它身上的这个涂装呢 看上去像是穿了铠甲一般 它呢 依旧是两面的表情印刷 当然这两面表情印刷使用的还是那一个脑袋 它背后呢 还带了一个C型钩 是可以把正面盾给背在背后的 那这个凯呢 不是独占人仔 除了这一套71720之外呢 你还会在71721骷髅巫师的飞龙里边看到它 再来登场的呢 是扣 扣呢 一手是拿着一面盾牌 另外一手是拿着一把大锤 呃 身上的涂装看上去算是穿着着一身净装 它呢 也是两面的表情印刷 背后依然也是有一个C型钩 那这一个扣呢 呃 也不是独占人仔 除了这一套71720之外呢 你应该已经在71722骷髅巫师的地牢里边看到过它了 接下来再来登场的呢 妮娅 这妮娅依旧也不是独占人仔 她一手拿着长矛 一手拿着盾 只不过跟前面两个幻影忍者相比呢 她手里的盾是银色的 呃 这个妮娅看上去真的是英姿飒爽的感觉 她呢 也是两面的表情印刷 背后的C型钩也是没有缺失 那这个妮娅呢 也不是独占人仔 之前我们已经在71717骷髅地牢之旅里边看到过这一个妮娅了 而之后呢 你还会在71721骷髅巫师的飞龙里边看到它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绿皮肤的人仔 她呢 之前在71717以及71722里边都登场过 诶 那两盒我们都已经做过了 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也可以点击下方的合集去找一下 那她看上去还是非常的精神 那这个人仔呢 她还有一个同伴 那这个同伴呢 说起来说是独占人仔啊 但这两个人仔呢 其实差别就在于这个肩甲上面 除了这个肩甲之外呢 这两个人仔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独占呢 其实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再登场的呢 是一个小场景 看上去是一堆小石堆 这边还有把剑插在了这里 嗯 这把剑呢 它的剑柄上面还有一个黑色的骷髅 我看上去这把剑似乎非常的邪恶啊 你能说出这把剑的名字吗 接下来再来看到呢 就是这一套71720的主体了 这一台火焰大地机甲啊 来 我们拿出我们的皮尺来量一下它的三维尺寸 高度差不多27厘米 宽度呢 我们就量它脚这边吧 因为手毕竟是可以打开的 脚这边呢 差不多12厘米 呃 它的深度呢 我觉得 这也就量一下脚吧 也就量一下脚吧 差不多是9.5厘米 呃 其实呢 它除了高度之外 其他的数据 这个也只是一个浮动值而已 嗯 这个机甲呢 一眼你就可以看出 它同时是蕴含了两种能量 从当中劈开 红色的这一边呢 是火焰 呃 淡灰色的这一边呢 是大地 这两种元素结合到一起之后 诶 这一个机甲给坏血的第一感觉还挺帅 那它的这个大小 其实真的并不小 你看 坏血一手可以拿在手里进行把玩 而且把玩的时候感觉还非常的带劲 那我们把它放到一边 把赞的泰坦机甲拿上来 来做一下对比 哎 赞的泰坦机甲 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机甲呢 它的造型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水平上面 对吧 它大小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水平上面 呃 由于这一个大地火焰大地机甲 不是大地火焰机甲 换血一直读反调 呃 由于这一个火焰大地机甲呢 它的脚你可以看到 它的脚是呈现出一个弯曲的 而这一个赞的泰坦机甲呢 它的脚是直的 所以在对峙上面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赞的泰坦机甲明显比这个火焰机甲要高上这么一头 但是我相信 如果这一个机甲可以站直的话 它的个头应该是比赞的泰坦机甲还要反过来高一点 来 我们自下而上 来看一下它的一些设计的细节 前面说了 它的脚呢 是这样半弯的 那这边呢 是固定死的 并不是使用了关节零件 所以它的脚的这个弯曲度呢 你是不能进行调整的 下面的脚掌部分呢 是使用了一个球形关节键 再加上后面的零件以及前面的零件的这个合作 可以把你的脚掌牢牢的固定在这个脚踝这边 所以说 虽然这边是弯的 但是放上去之后并不会怎么晃动 它的牢固程度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来 把镜头往上抬 再来看一下它的腿跟身子这边的链接 腿和身子这边呢 是使用了两个插轴零件 来 看到没 两个插轴零件 所以呢 你的腿只能前后来进行摆动 往外掰呢 是掰不了的 虽然只能前后摆动 但是摆动起来的手感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随着嘎啦嘎啦的声音 嗯 也是一种掰动的乐趣啊 它的手呢 是使用了一个插轴的零件 可以360度来进行旋转 然后前方这边的手肘也是使用了一个插轴零件 来 可以这样来进行转动 然后手掌部分呢 是只有 来 拿掉补键 是只有四根手指 所以稍微有一些可惜 然后当中呢 是有一个十字轴 那你可以把手里拿的刀剑穿在这个十字轴上 方便这一个机甲来进行拿捏 不拿 光捏个拳头的样子 这一个机甲的手看上去也挺帅 这边大地形态的手呢 跟另外一边略微有些不一样 呃 这里呢 它这边是有个大拇指 然后这边的手指呢 是直接两两结合在一起的 呃 这边看上去像是两面盾牌的感觉 然后它的手臂上面呢 还带有两个一乘一的波片发射器 发射的呢 是这一个透明橙色的一乘一小波片 我们把它装上去 再来试一下发射的效果 来 瞄准 发射 哎 效果就是这样子的 还是那一句话 发射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对着人的眼睛以及宠物进行发射 玩乐高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粗看上去你会觉得 哎 这一个机甲呢 它左右两边只是颜色不同 搭建方式应该是一样 但其实呢 搭建在很多的细节上面是不一样的 比如肩甲部分 看到没 这边是有两片这样结成的 而这一边呢 是直接一整块的零件 嗯 所以它在很多的细节方面并不相同 所以你在搭建的时候呢 也并不会觉得太过于枯燥 因为两边搭起来 还是在搭建上面是不一样的 它的这个脑袋呢 哎 相对也是比较简单 看上去像是一个人戴着一个武士头盔的感觉 那这个脑袋呢 你可以往上翻 翻起来之后呢 就露出了它的驾驶舱 那这个驾驶舱呢 相对是比较简陋的 但是里边呢 是有两个位置 你可以放两个人载在里边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驾驶舱是往前面这样翻开的 但其实不是 它这样往前打呢 是没法打开的 你必须把头往上翻 才能够把里边的人载给放进去 人载放进去之后的效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说实话 看上去真的非常的帅气啊 双人机甲在乐高幻影忍者的这些套装里边还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这一盒71720 坏血真的还是非常喜欢的 这一盒乐高幻影忍者71720前面坏血说了 官方定价699元 但是它在今年年底也就是2021年的年底 就会停产下架 也就是说它现在的价格已经差不多是跌到底了 你在第三方渠道上面400元不到380 90元的价格 就可以买到一盒全新的71720 哇 这个性价比真的十足啊 如果你也喜欢这一盒大大的乐高幻影忍者机甲的话 现在就是最好的下手时间了 好了 今天换血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盒乐高幻影忍者71720火焰大力机甲 你还喜欢吗 它跟赞的泰坦机甲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